准备一个巴掌大的紫砂盆,在盆的两边摆上提前准备好的松坯石并流出一条小河 在盆底倒入木粉并用骨架胶把石头和盆连接在一起,在石头的缝隙底部塞入生化棉,用发泡胶把石头缝全部堵住,去掉调水开关换成生化棉,在盆底放入水泵,在盆底倒入青石做出水位,放入提前泡好的干水台,在水台上面铺一层吃鱼土,在小河上面修一座桥,放一个准备好的雾化仓 在乌化仓两边各放一块松坯石,把乌化器放进乌化仓,把出水口接上三通放进乌化仓,然后再点缀两块松坯石,用发泡胶做出河道,放上一颗养了多年的纹竹,再放一颗仓谱,再放一颗仓谱,再放两个葫芦桶,最后再点缀几个网纹草,在发泡胶拌干时轻轻按压,在河道上面撒上粗合纱,撒上骨架胶固定粗合纱,然后再绣一座小房子,加入吃鱼土盖住植物根部,用纯净水把土壤全部喷湿 撒上提前准备好的短绒苔藓并轻轻按压,用纯净水把苔藓全部喷透,找一块生化棉盖住乌化仓,用一块短绒苔藓盖住乌化仓顶部,别忘记在家门口修一条小路,在盆的底部倒入细流沙,加入提前准备好的纯净水,再放上几条可爱的小鱼,打开乌化器测试乌化效果,最后再放上一个钓鱼的老头,然后再吹上一口仙气,完成